好大家早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一次2015年 過年前第一次我們來講一下中介效果的影響 那我們的中介效果呢 基本上探討的非常詳細 包括你將來在任何研究裡面 所謂的中介效果都會在我們的探討範圍裡面 所以呢你只要會應用的話 應該所有的中介模型你都可以分析的很清楚 而且我們告訴你們怎麼使用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疑問 那隨時歡迎提出來 如果在上課的過程之中呢 你對操作不熟悉的 或者是對你的這個我講的那個概念沒有弄清楚的 那就歡迎隨時提出來 那如果不在本課程裡面的範圍呢 當然你還是可以問 那麼呢我們就下課休息的時候 那我們就再來問就好了 OK 然後那我們今天來談一下 中介模型呢到底在我們的SEM裡面 或者應該跟他講 在我們的SEM復活操作 在我們的研究裡面他有什麼重要性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了解這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般呢 只要你是寫中介呢 你大概都要參考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呢是Makillen 2008年寫的書 這個Makillen很厲害 他這一生的研究呢 幾十年來的研究呢 幾十年來的研究呢 都只有做中介而已 所以呢他把他過去的 寫的論文呢 最後呢 把他給整理成一本書 那就是這一本 基本上如果你寫中介 你沒有引用這本書的 基本上就代表你中介應該不是很懂 Makillen這個名字 如果你沒有引用到任何一篇論文 你的中介如果說投稿會上 那真的是奇蹟啊 因爲什麼 這個就好像你跟我講你是信基督教的 那我問你耶穌是誰 你說我沒聽過他的名字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做中介的 通常有幾個人 你都用到他Baron and Kenny 另外一個就是他 而且這個人呢 還非常活躍 所以呢這本書呢 你們有興趣一定要看一下 寫的非常的白話 那這本書講什麼呢 只有四百多頁而已 不算厚 這本書呢 只有四百多頁而已 你看總共四百九十頁 也還算好 2008年的書 你看2008年 2008年在這裏 2008年 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有看到有人寫Makillen 2008年呢 他指的就是這一本書 他指的就是這一本書啦 我今天一天我就會把這本書給講完了 所以其實你們不看也沒什麼關係啦 好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包含什麼呢 請看一下 這本書裡面提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這本書裡面提到非常多的東西 包括什麼 從簡介開始 啊 preface 開始 啊 這裡呢 一堆啦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要講 當然要一開始要講這個 一開始當然是要講這個啦 Introduction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講 中介的應用 然後會講一個 單一中介模型 會講中介的細節嘛 Martin Releater 路徑 Lanturn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呢 會講第一章到第七章 第八章呢 是Londitudinal的 這不在我們的範圍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沒有做Time Series的這個中介 所以呢 我們會講第一章到第七章 還沒講完 不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而已 第一章到第七章講完以後呢 我們就會跳到後面來 從第九章開始這裡 包括什麼 這個 還有 這個 還有這個 也就是說呢 我們還會講十章 十一 十章 十二章 十三章 我們第一個 Multi-Level這個不會講 這個會在HLM裡面講 如果我 加上我開那個HLM的課的時候呢 這個會在HLM裡面上 上到Multi-Level的 Mediation Model 然後呢 這個Mediation in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其實這個也有講啦 今天也有講啦 Moderation這個也有講啦 所以呢 基本上 這本書我們大概只有 兩個Chapter不會講而已 所以呢 其他每一段我們全部都會講大 490頁 你不用再花時間去看它 我幫你們看完了 所以呢 我把它對各位研究有幫助的 拿出來講一講 所以呢 你大概不見得要花 你看一本490頁的書都要看多久呢 我不太清楚 如果英文程度還不錯呢 至少要看一個月吧 好 那 那 是不是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啦 所以呢 我已經幫你們看完了 所以呢 這本書呢 你們就不用看啊 所以這本書 後面這裡啦 這個後面就變什麼啦 OK 其他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啦